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州长奥列格·科热米亚科 正在俄远东地区组建一支支援部队准备赴屋参加特别军事行动 据我所知这里讨论的完全是一项自愿倡议 当然值得高度赞赏我们尊重并非常正面的看待此事 综合塔斯社等俄媒报道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州长奥列格·科热米亚科 正在俄远东地区组建一支支援部队准备赴屋参加特别军事行动 当地时间7月12日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克里姆林公对此表示尊重 报道称佩斯科夫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回答提问说 据我所知这里讨论的完全是一项自愿倡议 当然值得高度赞赏 我们尊重并非常正面的看待此事 在谈到克热米亚科参与训练志愿者时 佩斯科夫表示他不知道关于此事的细节 但他唯一希望的是克热米亚科州长本人 仍将继续负责管理这片地区 佩斯科夫称 希望这位州长不会忽视他所在的滨海边疆区 这个地区非常大而且非常重要 滨海边疆区政府新闻处早前发消息称 正在俄罗斯第155海巡步兵旅的基础上 组建一支代号蒙虎营的志愿部队 将参加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克热米亚科也亲口向共青团真理报证实的此事 并表示将陪伴这些志愿者们一起 上周六克热米亚科还视察离处射击场 并与在那里练习射击技巧的志愿者们一起参加了军事演技 有消息称 蒙虎营的志愿者们将在两个月内完成训练 根据俄媒的说法 俄乌冲突期间 克热米亚科已经两次前往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作战地区 相关照片和视频也在社交媒体上缝传 他给自己造访的地区带去了人道主义援助 还曾驾驶一辆特种车辆在敌方区域全速行驶 由于他的这些举动 他也获得了一个Z州长的绰号